我从去年7月份购买索尼FX3使用到现在刚好满了一年的时间 这期间除了自己的Vlog以外呢也拍了不少商单 但是直到今天,我的FX3才终于升级成了完全体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钢铁FX3 这台FX3兔龙套件来自斯莫格 那其中主要包括了一个半包兔龙,一个上手提,还有一个厕手柄 然后为了配合Atomos Ninja 5的外录监视器,还需要搭配一个监视器支架 如果论画面稳定性的话,肯定是配合稳定机会更好 但是,手持拍摄的优势就在于随性、高效,拿起来就能拍 并且在重量上也会轻便不少 对于扫接、Vlog或者其他一些日常的拍摄而言 我是愿意损失一些画面的稳定性,以此来换取更方便、更高效的拍摄体验 而配合兔龙套件进行手持拍摄,不仅可以适当增加画面的稳定性 同时还能增加配件的拓展空间 接下来我就来和大家聊一下这套套件的优缺点都有哪一些 首先是兔龙 兔龙我是真心觉得每一个视频冲作者都应该给自己的相机准备一个 不仅是在外出拍摄的时候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同时还能增加更多拓展空间,搭配更多的设备来进行拍摄 必要的时候还能配合脚架或者稳定器进行竖屏拍摄 目前市面上主要分为半包兔龙和全包兔龙 半包兔龙相比于全包兔龙的优势在于更轻便 同时也会更便宜 但是论保护性而言的话,肯定全包兔龙会更好一些 不过我一般使用设备的时候都是会比较小心的 之前即使没有兔龙,我也都保护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而言,半包兔龙就已经非常足够了 这个半包兔龙的底下还搭配了一个拨片可以方便旋径螺丝 并且还有一个磁吸的设计 用完之后放回去也不用怕掉出来 但是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个比较遗憾的缺点 就是我觉得六角扳手其实也可以做一个磁吸设计 直接放在兔龙底部 因为我之前也有用过其他品牌的半包兔龙 的确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的 这样也能方便我们快速取出和放回六角扳手 毕竟在使用兔龙的时候 六角扳手的使用频率我认为是不会比拨片低的 接着在这个半包兔龙的配件当中有一个顶部的滑条 如果需要搭配斯莫格的上手提 就需要配合这个滑条进行安装 如果你不需要使用斯莫格的上手提的话 这个顶部滑条不装反而能够进一步减轻整体重量 这也是模块化拓展框的优势所在 可以随时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安装或者拆下相应的部件 但是这个半包兔龙顶部的导管孔 斯莫格为什么不也做成可以拆卸的设计呢 说实话既然这个兔龙是专门为FX3所设计的 FX3的自动对焦性能又非常可靠的情况下 对于我来说基本上是用不到这个跟焦器的 那这个导管孔就显得有点多余 不仅限制了顶部的一些空间 同时也增加了重量 当然不能说这个导管孔是完全没用的 但我觉得至少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模块化的设计 让它可以根据使用者的需求来进行拆装 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最后这个半包兔龙还搭配了一个HDMI的线夹 这样在拍摄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HDMI线发生不小心脱落的情况 这对于需要外接接视器 或者像我一样需要外录视频的人来说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半包兔龙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就是防滑保护的橡胶条不够多 只有两条在底部 虽然FX3机身材质比较坚固 并且限度今很多人会给相机贴保护膜 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斯莫格可以在兔龙的设计上多增加一些防护条 以防与相机产生过多的直接接触 而导致意外的刮蹭 毕竟兔龙的一大目的就是保护相机 别最后反而是因为兔龙而伤害了相机 这点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厕手柄 厕手柄的话采用的是一个侧滑的设计 安装或者拆卸都非常方便 厕手柄主要采用的是木质材质 整体外观显得非常有质感 握持的手感也非常舒服 同时顶部有一个冷靴接口 两个四分之一螺纹孔 一个八分之三螺纹孔 并且还有一个可以插入的陆角扳手 同样也有磁漆的防脱落设计 这个厕手柄除了可以用来横拍视频以外 同时还可以配合半包兔龙的顶部滑条 实现竖拍的侧面手持效果 这点对于需要经常手持竖拍视频的人来说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最后我们来聊一下上手提 手柄底部采用了防滑橡胶材质 所以握持的手感也非常舒服 并且这款上手提带有十个四分之一螺纹孔 两个八分之三阿莱定位孔 和五个冷靴接口 可以从容应对各种拓展需求 如果你不想另外购买上手提 想直接用FX3原配的这个XLR手柄作为上手提的话 刺摩格也贴心的设计出了这个XLR手柄的延长配件 我觉得这个配件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尤其对于那些不想再另外花钱购买上手提的朋友来说 不仅通过延长手柄增加了额外的握持空间 同时还提升了握持的舒适度 并且还能增加更多的螺丝接口 提升更多的拓展可能性 如果不想安装延长手柄的顶部滑条配件的话 也可以只安装尾部的配件 同样能起到延长和拓展的目的 手感也几乎相同 我觉得斯莫格在这方面还是挺替用户考虑的 给到客户更多的选择和主动的可能性 这也是模块化设计的意义所在 包括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斯莫格的上手提 它其实只需要配合一个顶部滑条一起使用就可以 无需配合整个半爆突龙一起使用 这样对于手持拍摄来说又能轻便很多 只是将这些组装在一起的话 会提供更好的一个保护性 以及更多拓展空间 在拍摄的时候 能够显得更专业更有仪式感 有时候拍摄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仪式感 这样我们才能在拍摄的时候 更容易去进入到那个拍摄的状态 而且不觉得这样组装之后 再出去拍就真的很帅吗 好的 大家看到现在 对于斯莫格的这套半爆突龙套件觉得如何呢 如果有用过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在弹幕里面抠1 如果有其他一些改进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中述出你的看法 至少对于我而言 虽然它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整体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所以在这边也推荐给你们 OK 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大家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